也是去年正好他来返华嘛 嗯 他当时看到这种 比较有年头的球衣是什么感觉 哇真的是 我都 其实不止心里恶 真的看到双眼反光 而且我当时还拿了一件 14号 998赛季的 嗯 球衣 他可能看到也很感动 然后 很认真的签了名 然后还问我 问我姓名是怎么 你怎么拼写 然后很清晰的签 这个我觉得就真是 玩到头的一个展现 就是真的是能够跟 通过这种东西 你跟这个 球员能够走的东西 这个我们后面有这个图片啊 跟维亚先生 当时有一张这样 拿着就是这一张球衣 合了点 我就说有没有 哎呀 有这样一个机会 有没有当面去 对维亚表达一个 敬意 就不光是他在球员时代吧 然后他 退役之后 就放弃 安慰的生活 回去 当做 为国操劳 对 真是为国操劳 而且 我后来了解到 他当时在 米兰踢球的时候 因为他在国内 影响力也很大 然后国内反对派 就给他发死亡威胁 说你不要 不要回来参政 当时维亚也没有去 想过要回来参政啊 这是事情 然后让他亲戚啊 比较凶逆 杀掉 哦 这样一个事情 后来我觉得那是 就放弃 很安稳的生活 然后回去 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 去当面表达一个敬意吧 quartz